為了達到收視 效果甘於淪為綠營的打手 三立新聞又透過政論 主持人亮曉君三天之內 二度惡意扭曲 斷章取義 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 在網路上的談話 其實我對台灣 政治也很失望 這麼多黨 尤其現在 你說 民眾黨也好 甚至在親民黨也好 新黨也好 大家就是說 要做的這次的選舉 這個立法委員 都是想要做一些 關鍵的少數的政黨 關鍵少數的立委 這差不多關鍵少數的立委 你們就是大家都認為 這一次 即使選完了 2020不管選當選以後 還是會藍綠二度 是不是這樣 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說得很清楚 他是對台灣政治失望 但是廖小軍竟然扭曲成 是要丟包 刻意製造風向 事實上 蔡衍明的談話中 很清楚的建議 韓國瑜應該要把政策白皮書 好好說明 應該現在離2020 剩多久的時間 這個選舉 1月10日 剩50天而已 對不對 你剩50天而已 應該是要說你們島上是選後 你們想要做什麼 你們島上有什麼重要的政策 想要改善什麼 不是只是說 我現在要補這些多少 要補這些多少 這樣 下去賣這個 好像是賣票 應該是你們有什麼新的想法 對 來改變過台灣 如果我到目前我看起來 坦白說 我來的心是失望的 蔡衍明對台灣政治失望 希望韓國瑜以後 不要讓人民失望 卻被三立新聞政論節目 掐頭去尾下標 到目前 我們一定要支持韓國瑜 因為你 你民進黨有時候 你把兩岸才說了 只有一個回頭的機會就沒有 你就代表 你為了要操作選舉 操作兩岸的對立 這樣對我們 中華民國2300萬人 這個人 這樣說話嗎 我們一直在生活的恐懼 每天吃這麼好 日子嫁這麼好不嫁 就要讓大家來煩惱 其實三立主持人 廖小君 長期在節目裡 抹黑又抹紅 個人爭議大 更是眾所皆知 住在超級豪宅地堡的主持人 可笑的是 2014年 他在主持的節目上 狂罵連勝文 住地堡 讓觀眾傻眼 因為他自己就住在那裡 而靠賣地堡賺了上億 身為媒體人 廖小君拙劣的扭曲 攻擊已完全喪失公信力 温望集團董事長 蔡衍明不排除 針對廖小君 以及三立新聞提告 以正視聽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